提到世界最大的水电站,就顺带提一下2018年,我国的全年发电总量在全球的排名。 2018年中国发电量,依旧蝉联世界第一,达到了近6.8万亿千瓦时,准确数值为67,914.2亿千瓦时。 一千瓦时就是一度电,从比增长6.8%。 我国2018年发电量占全球发电量的25%,那么25%意味着什么? 相当于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发电量之和,中国三小水电站。 中国用世界5%的土地,不仅养活了世界近20%的人口,还用这块宝地,创造了世界总发电量的25%电力。 据初步统计,至2018年底,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,约3.5亿千瓦,年发电量约1.2万亿千瓦时。 双双继续稳居世界第一。 水力发电量的多少? 离不开大型水力发电站。 那么全世界最大的十座水电站,韩再建,分别是哪些? 请看下图。 还有一个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英家,英家水电站。 号称超越三峡的水电站。 电站总装机容量4400万千瓦。 因整个工程分六期。 第三期工程,预计2020年建成发电。 后面三期遥遥无期。 时间跨度太大。 暂不列入全球十大水电站。 NO-13峡大坝中国装机容量2240万千瓦, 已建,NO-2白鹤滩中国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, 再建,NO-31泰普巴西与巴拉圭共建装机容量。 1400万千瓦,已建,NO-4西落度中国装机容量1386万千瓦, 已建,NO-5古里水电站委内瑞拉装机容量1296.5万千瓦, 已建,NO-6贝罗蒙特巴西装机容量1123万千瓦, 再建,NO-7大鼓励美国装机容量17023万千瓦, 已建,NO-8乌东德中国装机容量17020万千瓦, 再建,NO-9仅凭中国装机容量840万千瓦, 已建,NO-10相布鲁伊水电站巴西装机容量837万千瓦, 已建,中国白鹤滩水电站,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。 我国有五座上榜,领跑世界水电产业,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实力, 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,离不开水电行业人的默默付出。 1978年,当时的中国还很落后,没有独立建造大型水电站的技术和经验, 只能引进外资,引进先进技术,引进管理经验和智慧。 1984年在建设云南鲁布格水电站时, 还是向国际招标,与他国合作才能建设, 中国西洛渡水电站。 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国水电产业早已领跑世界。 真是应了那句话,以前你瞧我不起, 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。 以前找人建电站,现在买世界给人建电站。 据不完全统计,截至2018年底, 我国大陆已建5万千瓦及以上大中型水电站, 约640座,总装机约2.7亿千瓦。 中国企业参与的已建在建海外水电工程约320座, 总装机8100多万千瓦。 相当于四座三峡水电站。 中国乌东德水电站。 作为中国水电行业名片的三峡集团, 并没有满足于过去创造的辉煌成就。 继续快马加鞭,引领中国水电走出去。 早在2008年, 三峡集团就收购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作为拓展海外业务的平台。 10年来,集团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, 开展专案91个,继续领跑世界水电产业。 中国仅凭水电站。 难怪有网友说, 何须盘点世界上最大的十座水电站。 只要盘点一下, 中国就相当于盘点了半个世界。 炮114年底继续下, 字幕志愿者体依然会 ole muss于 Moscao空国水电能。 当于稍等的时候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